尽管哈迪阿旺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 不过伊斯兰行事法很大可能将会在10月份辩论 马华和民政党下午共同谴责伊党主席 拿都斯里哈迪阿旺一意孤行 罔顾我国作为多元种族社会的现实考量 两党将全面捍卫联邦宪法 马华总会长拿都斯里廖钟来下午发文告强调 马华将全面拒绝任何关于通过伊斯兰行事法的私人法案 同时马华也会号召其他国阵成员党反对修改宪法 而民政党主席拿都斯里马秀强则强调 伊党建议修改伊斯兰法庭法令将违反法律正业 为了避免我国出现双重法律 民政党呼吁总检察署出手制止哈迪阿旺 避免典当国民立野